好 來看到林北海油的粉磚遭到恐嚇 現在呢 被查出自導刺驗 那麼在這個版主林北海油本人呢 他也來向大家道歉 他也表示說 他犯了錯 但是不代表過去所說的就是錯的 現在呢 不用說 怎麼髒水都撲過來 反正到這個程度 他也沒有什麼好隱藏的了 好 整起事件你可以看到 因為先前呢 傳出了這個林北海油版主 那麼網路上被恐嚇 但現在表示呢 現在被查證是自導自演 他透過臉書也回應 說犯錯會來道歉 但是不表示所有說的就是錯的 還加碼再來爆料 好 您看到 他說這個超司雞蛋呢 道港價格平均是5.42塊錢 一箱360顆 就是19510 這個一箱的話 360顆的話 就是1951.2塊錢 那麼如果說以先前美金 平均31的匯率來算 一箱就是在63美元左右 但是巴西端到台灣港的這個報價的金額 平均是比超司的報價便宜了20塊錢以上 那麼在報價部分41到42.3比起上面63 等於說一箱是差了20塊美金 那25萬箱就高達了500萬喔 那現在超司買了25萬箱 一箱20美金的價差 就等於是有500萬美金的價差 他就說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農業部拿宣言會的報價單 要替超司的FBO的報價單來遮掩 因為在這個上頭明明日期 模式各個條件不一樣 但是還是持續替超司來遮掩 現在也遭到立委來痛批說超司涉嫌土利 喊話農業部應該要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那麼現在您看到這位呢 是謝金河董事長 謝金河呢 現在表示說這是大陸推倒陳吉仲的認知作戰 他說從陳時中部長開始疫苗採購風波啦 到高端的研發疫苗等等 好 到這一次的這個陳吉仲部長的下台事件 這是台灣的一個典型的阿信背後的認知作戰 都沒有停止過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林宏的部分現在 好 他雖然說呢 先前他講了這麼多 那麼現在確實在這個部分有犯了錯 但是他要告訴大家 其實當中依舊還是有問題的部分 也希望農業部趕快出來說清楚 我想林北好遊當然要為他自己的所作所為 負起最大的責任 可是台灣整體進口雞蛋專案的爭議 不會因此就來停止 我們還要繼續追查 當時候農業部委託超司去進口這些雞蛋 到底他的原始報價是多少 是不是跟日本跟巴西買的價格落差太大 以至於有外傳所謂的五百萬美金的一個暴利 這是農業部不管是你部長下台了 還是林北好遊的爭議之外呢 你必須要持續說清楚對全民負責的項目 如果說這中間還有存在如此高的價差的話 那出產國巴西是這樣的報價 來到台灣我們購買的是這樣的報價 中間這一個價差誰賺去了 合理嗎 有沒有圖利的嫌疑 我覺得這都應該是農業部要說明清楚 而且我們也再一次呼籲檢調單位監察院 真的不要再睡了 我們去告發了多少次到現在有沒有任何的動作 違法的事情一個都不要放過 自導自演是一段 但是有沒有圖利的部分也是一段 而不要讓外界認為檢調也有選擇性辦案的狀況 好 農業部是要出來講清楚說明白呢 那麼現在謝金河董事長呢 剛剛也提到了他表示這又是一個認知作戰 就是大陸推倒陳吉仲 而且還點出了下一個目標 很可能就是王美花 好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他說呢 整起的事件就從陳時中的疫苗 到了陳吉仲下台 那麼再來看到之後下一個要推倒那面牆 很可能就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好 時間在10月1號大陸國慶當天 經濟日報二版社論交提 積極回應大陸貿易壁壘調查 他說平常呢 很少仔細看經濟日報社論 但是這篇文章重點在談論ECFA 他又很有耐心讀完 他說這篇文章看起來好像是國台辦的人寫的 針對這樣的說法 網友就說了 現在最爛的部長還想要被洗成受害者嗎 把人民當白痴嗎 以及在這兩個人不用認知作戰 就是大家公認的爛 自倒自演跟進口臭蛋是兩回事 還有網友認為說這是開始洗風向了 又要來偷換概念 大家你認為呢 你的看法是如何 現在謝寒冰 寒冰哥就說這根本就是一個鬼扯 為什麼呢 他說如果說呢 這個自己是共產黨化 一定希望這些人一路當到底 才能夠弱化台灣 那麼現在他就說 林北好油要幫藍綠紅白做臥底 還得幫新潮流搞音系 到底是什麼樣的血汗工廠 他說謝金河鬼扯 那麼林北好油打垮陳吉仲 是大陸的認知作戰 還說下一個就是王美花 他說如果啊我是共產黨 那我希望成績中啦 王美花啦 薛樂園陳耀祥滋留一路要挺到最後 那麼這麼一來才能夠弱化台灣促進統一 好你看到這是寒冰哥在臉書上 也發表他最先看法 他認為謝金河根本在鬼扯 而現在針對呢 被點名了說認知作戰下一個目標 就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王美花也出面回應 他表示說自己失曉 中國大陸最近一直提到 這個相關的貿易壁壘的問題 那我想台灣跟中國都是WTO的會員 那他也提到我們現在 目前還有限制 這些進口部分有沒有違反WTO的 這個相關的規範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樂意 在這樣的WTO的機制下面 雙方來磋商 那我們也表達這樣的意見 那我想現在是選舉年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中國大陸對於我們在選舉年的時候 有沒有用各種介入的方式來傷害台灣的民主跟經濟 那我想我個人我已經是四十幾年的公務員了 我個人的事小 但是台灣維護台灣的民主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臉書粉專令被好油的版主林宏遭到恐嚇 當時他來爆料說他遭到恐嚇 結果沒想到現在是自倒自演 民眾黨總統參選各文者強調 應該要譴責造假的人而不是被騙的人 這個社會上假新聞假消息很多 所以我們也不太可能去期望一個社會 完全沒有假消息假新聞 所以要建構一個叫所謂的韌性社會 就是說它可以去有效的去減少這種假消息假新聞的傷害 我倒是覺得這樣 不過重點還是那個雞蛋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真相 我還是主張公開透明 把資料公開就好了 像這個一人公司 五十萬資本額 然後可以接受政府幾億的委託生意 然後他明明在停業當中 怎麼會政府跟他簽約 還有那個倒立是進了多少 還有到現在一直很重要 倒立那些雞蛋是到哪裡去 流向 還有要消費的蛋 到底是在哪裡消費 據我所知 幾千萬顆的蛋要報費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那個對環境污染蠻大的 所以所以到現在為止 其實在立法院有開過專案報告 可是奇怪 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好大家要來問問 還有這個食藥暑機 產了三萬多件的市售豬肉標示 發現我九家根本是不標示豬肉來源產地 包含了像是購玩店啦 肉鬆蝦餅還有酸飯鍋店等等 期間開發了二十一點九萬元 不過事實上民眾更關心 從一年一月到現在 進口一萬多公噸的 可能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到底去了哪裡 而食藥署還是不願公布 進口美豬的流向 就是擔心又是進口雞蛋的更大翻版 賣場一盒和豬肉拿起來 無論是冷凍肉片或是一般豬肉 全部都金儲標示來自台灣 但民眾真的就能放心了嗎 豬肉不會在這邊買 不會在這邊買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都會怕有進口的 一般會進來 都應該都在加工 你覺得我們這麼多 大家要買台灣的 進口什麼都要拿進來 台灣自2021年1月開始 開放萊豬進口已超過兩年 光2023年1月到10月3號 已經進口10430噸的豬肉 但市面上真的找不到標示萊豬 或是美豬的標示 現在光靠包裝 已經無法全面過濾 食藥署日前稽查 全台店家豬肉產地 全部三萬七千兩百一十六件事中 有八家都未標住來源 包括台北知名牛肉麵 高雄祈禦將等八家業者 其中泡源新興冷凍食品廠 生產蟲族火鍋肉片 被查到是美國豬肉和加拿大豬肉 卻只標示了加拿大 刻意避開美國豬 目前已經下架回收 消極會六月曾抽查通路豬肉 但沒有見到任何美國產的豬肉商品 至於業者是不是都在西產地 2023年五月 美豬進口量已經破千噸 到底豬肉都到哪去了 因為實安法只有規定要公布不合格的流向 那合格的產品在臺灣其實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所以我只會統計分析完了以後公布它大概是到哪一個消費的場所去 我不會去公布哪一個商家 農業部進口蛋也始終不願公布進口去向銷售等等的管道資訊 在越南壓力下台北打開黑箱 進口萊豬美豬 微服部又不願公布進口流向 恐怕又將造成另一個實安大黑洞 記者葉伟林 陳明軒台北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要 Center 就 acaba凍下單 有人… 沒有負擔